三分钟就能从北京开到天津 18分钟就能从北京来到上海 你敢信吗 这就是我国的超级高铁 它马上就要来了 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听完之后一定会惊掉您的下巴 它真的比飞机还要快 从北京到天津只需要三分钟 您从自己家里走到小区门口的时间啊 它已经飞驰一两千公里了 它的最大时速是四千公里 比普通高铁最快速度整整快了十倍 是音速的三倍 飞机飞行速度的四倍 连老外都直呼 这哪是高铁啊 这分明是一个传送门吧 刚进火车还没坐下呢 到站了 中途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你 或许以后年轻人的生活是这样的 早上您在哈尔滨欣赏雪景 中午就跑到了武汉吃起了热干面 黄昏时来到三亚 喝着椰汁吹着海风 傍晚还能返回北京夜市吃个宵夜 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啊 那么这么快的速度到底安不安全呢 咱们来看一下核心技术 这列车的车体全身使用碳纤维材料打造 车头采用最新的低阻力设计 通过磁悬浮和真空管技术 让火车悬浮在没有空气阻力和物理摩擦的真空管中前进 时速是每小时四千公里 整车全部远离地面二十厘米以上 这可不是在演科幻电影 这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未来飞行列车将遍布国内 形成中国一小时交通网 更重要的一点也是最令我们骄傲和自豪的 这项伟大发明背后的核心技术 全都由我国自主研发创造 相信用不了多久啊 超级高铁将成为陆地最快的交通工具 完成建设后 中国速度将再上一层楼 这是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身为中国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点赞